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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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一天努力 天黑之前 胡土碧县新疆曲子文化大院的基础建设告一段落 虽然设施还很简陋 但附近的曲子爱好者们还是迫不及待地打扳起来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 咱们这个主人斗勇虎 为我们带来三弦弹奏 张莲麦布 大家掌声欢迎 新疆曲子系 俗称新疆小曲子 是由陕西曲子 青海平弦 兰州谷子 西北民歌等流入新疆后 融合了新疆各民族的音乐元素 逐步形成和完善的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地方戏曲剧种 主要流行于哈密 昌吉 伊犁 巴州等地 它于清代道光年间在新疆形成 当时陕甘青一带往新疆大批移民 各地的民间小戏被带入新疆后 形成了新疆风味的小曲子 主要我们父亲来说 曲子还是从官里传承过来 比如说甘肃的 青海的 宁夏的 流落到新疆来以后 他唱一句 你唱一句 唱到最后融合了以后 有些老爷人可以提皮 把这些新疆曲子可以生化 他把那个传词全部输卸出来 在最早的时候 少数民族就团结得特别好 所以才能有这个文化的交流 语言上的交流 天气渐冷 忙完了曲子大院的事 斗勇虎准备去昌吉艺术剧院 给儿子送几件衣服 斗勇虎从小耳濡目染 三弦弹 调 双弹 双调等弹奏技巧 样样精通 他一家三口已是远近闻名的曲子世家 带动周边群众共同传唱小曲 我考虑最多的就是从我们远远辈 我们父辈 他就喜欢新疆 他就喜欢新疆 到我自己的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父辈没有完成的心愿 我们现在就是由我们儿子去 把他完成了 打开再走 亮就舒服了 道士彭音学习曲子后 被剧院派往山西学习了三年 如今已是小有成就 也渐渐对自己及曲子的未来有了理解 小时候先是我爸他们 在我们家那个房子 就有好多人来唱戏 然后那会儿就觉得热闹吧 拿个板凳坐我爸旁边 我爸弹的弦子他们在唱 就感觉挺好玩的 在那种环境下吧 自己也爱上了这个曲子 我看 我看 你不是现在这儿痛 我看 好 上一番 摸摸摸摸 走 你里有挑战后心腿 干啥事都取决于心腿 嗯 心腿好了 不要有小多是臭迷苦难的 不要不臭 因为我爸他是民间艺人 现在我在专业团体里面学 他们以前唱的一些戏 我有时候也会拿团里这些戏对比一下 既要取民间的那些精华 要取其造博 然后把专业的东西融入到里面 我觉得这样会更好 民间文化的传承自有其秘密的途径 在糊涂碧县 没人能说清康家石门子研画 是怎么画上去的 也无法想象 景华城和马桥子城当初是什么模样 即便是流传近一百多年的新疆小曲子 也没人能详解其来龙去脉和兴衰历程 在我们新疆的曲子 就像我们新疆人吃辣条子 我们新疆人辣条子是离不了的东西 所以我多少年来 我一直喜欢它 我何时何时我都要 心里面像是曲子 唱出来是曲子 我本的节目 这个节目 我还拿进去 这个节目 我还拿进去 corps je都是 我还拿进去 这么子 我 感谢观看